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刚刚第一个 第一个范例是这样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这个刚刚业务 然后再来是产业别 所以你要在产业别这边加一个按钮 然后呢 改一二三三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在日期的部分 日期的部分请各位也录制 再录制一遍 那动作也是一样 只是录下来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我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两个 两个时间 所以Input Box本来只有一个是X 所以呢 我们就是Input Box改成 请输入建档日期的期指日 然后Y的话呢 就是Input Box里面 请输入建档日期的结束日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更改这地方 更改这 其实 其实 坦白讲就是说 如果将来各位 要从 录制的话 当然如果你偷懒的话 其实不用全部重录啊 你只要录哪里呢 录筛选这个部分啊 然后再把它放进来比较好 所以 有的 有的人想说 啊那我要再重录一遍 重录一遍又要花时间 等到你们已经熟了之后 没有 其实哦 就录 你要 查的那个部分就好了 所以 录下来 假设说我今天 拖揽一下 如果你要录的话 基本上就是 先把它筛选先取消一下 然后这个也不用了 就是直接 然后再录制 这边录制聚集 这边我还没开 录制聚集 那录制的话就是直接 就不给名称啦 反正我们这个 将来就是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聚集按确定 那再来 一样 先在资料里面按筛选 那筛选之后的话呢 一样点这边 对不对 然后我 我只是希望知道说日期的筛选里面的什么 介于 对不对 然后我就给他一个日期跟时间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点这边 去找日期 或者是说直接 key上去 那我习惯是直接key上去 2008年的1月1号 然后起始日 2008年的1月31号 藉于这个之间的日期 之后或等于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范围 OK 按确定 然后他底下还有跟你讲说 可以使用问号 代表任何一个字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中间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 给一个问号 或者是star的话 就是说 你 这个是 这个后面不管是什么 前面 你可以用star 那这个是单一个字 这个是很多个字 单一个多个字 然后按确定 那不过日期部分不需要 我们就按确定就可以了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录完了 对不对 录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怎样 把取消再塞 再把它取消掉 然后呢 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开发人员的这部分 具体录制取消 再到具体里面 看一下具体 这种东西 的东西